哈囉大家好我是Layla 今天的主題呢是我要對Huxley 這一個牌子的產品來做一個Review的影片 因為我之前在韓國的時候 我就有買很多他們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買呢 我就陸續有在使用他們的產品 我就非常的喜歡 在台灣現在也可以買得到 就是他們有台灣官網 你可以直接從台灣官網訂 而且他們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在我一開始下訂的時候 我就便利商店取貨 結果呢我就留我的英文姓名 我習慣就是用我的藝名 來訂商品這樣子 才剛訂之後過了一個小時 客服馬上回Email 我說欸你可以給我你的中文姓名嗎 就是感覺是真人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客服的效率 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兩天之後我就收到 真的是超快速 那我就想說 既然現在他在台灣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人 對於這個牌子有興趣 那我就可以趁機呢 把我之前在韓國買的這些產品 都來做一些Review給大家 然後你們也可以參考看 自己有沒有喜歡的產品可以來買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我今天呢要Review的產品呢 有七種不同的產品 我們就來說一下 讓我非常驚豔的這個洗面乳好了 我現在身上有三瓶 那這個第一瓶呢 是我那個時候去年七八月的時候嗎 我去韓國的時候買的 我到現在還在用同一罐欸 而且我是在那邊買完之後 我就立刻開始用喔 我每天都用 用到現在我還沒有用完欸 它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它已經變成這樣 可是其實裡面還是可以擠出很多 這一個呢我非常喜歡的 首先是它的包裝 有點膚淺 首先它的包裝 你看這個藍色 這是那種 就是 莫蘭迪色系吧 雖然今年好像已經不流行這個詞了 但是它就是那種 偏帶點灰色感覺的 藍色 然後配上它這個白色的這一塊 整個很有質感 而且它是這種霧面的 摸起來非常舒服 裡面的這個擠出來的東西 也是藍色的耶 我擠給你們看 它的洗面乳也是藍色的 但是不用擔心 等你把它搓成泡泡之後呢 它就不會是藍色的了 雖然這畫面看起來有點奇怪 但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不是那種 會起那種很大顆 然後裡面很多空氣的泡泡 它的泡泡是像這樣子 非常綿密的那一種 上臉之後的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你就是輕輕的搓一搓之後啊 你就是用水沖掉 你的皮膚整個會變得超細緻 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有些洗面乳洗完之後 臉會很乾澀 不然就是很乾淨 乾淨到你覺得有點乾乾的 可是這個 洗完之後你就瞬間 覺得你的臉變得很嫩 但是沒有任何東西殘留在你的臉上 又保濕又乾淨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自從用了這個洗面乳之後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要再用其他的洗面乳 我覺得我這輩子應該就是用這條洗面乳 它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不是花香 不是果香 也不是色香 就是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感覺是一個 很寧靜很舒服的一個下午 然後呢有一張白色的床 然後陽光 就是下午的那個陽光灑進來 在那個房間裡面 然後非常乾淨的一個房間的那個味道 有點難形容 但是就是聞起來非常非常的療癒 非常舒服 如果硬要幫這個洗面乳找一個缺點的話 就是我覺得它的包裝設計 沒有這麼完美 因為呢你們有沒有看到它前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洞 這個洞會讓水跑進去 然後呢它會讓水跑進去 也會讓水流出來 所以我把它放在那個淋浴間裡面 所以當我有的時候我要出國的時候 我想要帶這個洗面乳 你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裡面啊 就是 因為這個洞的關係 它會讓裡面 這個 這裡面積水 然後但是它積水 它又沒有密封在裡面 所以你一拿的時候 你這樣一反過來 那個水就會超多水 會這樣流出來 就會弄得你一成十 所以你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把自己弄濕這樣子 那這個呢 洗面乳我給它 六顆星 最高分是五顆星 我給它六顆星 是不是很欠奏 我們來介紹下一個 還蠻紅的一個產品 就是它的 沐浴乳 我覺得它的沐浴乳啊 我非常喜歡它的包裝 你們看喔 這個看起來很像玻璃瓶對不對 看起來非常質感 還有一點霧面的感覺 可是其實它是塑膠瓶欸 這個地方啊 它的頭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其實是有做 可以把它鎖起來的設計 就是你把它 往這邊轉的時候 會打開 往裡面轉的時候就會鎖起來 是一個 還蠻有巧思的一個設計 我很喜歡這樣子的包裝 但是這個沐浴乳 我不太知道該怎麼說它欸 對我來講 它有一點 重看伏重用 因為我洗澡 是喜歡拿那個 就是刷背筋 刷身體的 那會用刷背筋 一方面是因為要刷背 一方面是因為我喜歡很多泡泡 就是我都用刷背筋 然後洗很多泡之後 再來洗身體 但是這一款 不知道為什麼 它如果單純把它擠出來 然後用的時候 泡泡也是蠻細的 就是跟這個一樣 可是當你把它噴在那個刷背筋上面 要起泡的時候 完全沒有泡泡 就是 而且你會越洗越 泡泡就不見了 有一些沐浴乳 是你洗一洗 然後那個泡泡就會越來越多 你就可以 從上面開始洗到腳底 這一罐的話 它的用量要非常大 就是它一開始出現一點泡泡之後 你開始洗你上半身 然後當你差不多洗到腰的地方的時候 就沒有泡泡了 你就要再擠 然後再搓 才會有泡泡 不然你就是乾刷你的身體這樣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我應該不會再回購它 雖然它的香味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適合當洗手乳 然後但是以洗手乳來說它太貴了 再來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也非常非常推薦的一個產品 就是 真體乳 雖然它的沐浴乳不怎麼樣 但是它的身體乳 我超喜歡 你們看這罐我已經 用到剩下這樣子了 但不用擔心 我當然是有補貨囉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的 我那個時候在韓國的時候 我就買了兩罐 這罐是我最近在台灣的時候 我又補貨了一罐這樣 它滿的時候是長這樣 裡面的液體是呈現 有點淡淡的乳白色的這種感覺 那你用完之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嗯對 好我來擠出來給大家看它的質地好了 你們可以看擠出來之後的質地 是像這個樣子 它就是真的是比較好推開的這種 比較 液體狀的 又好吸收 又好推 然後呢擦完之後 又會覺得皮膚非常非常的嫩 真的是有點像棉花糖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香味也是 就是像那個 剛剛我說的洗面乳那樣子的 一個 一個 療癒的香味 就是你聞的時候會覺得 全身非常非常的放鬆 然後感覺在一個 就算你今天住在一個很破爛的房子裡 你擦這個 身體乳的時候你聞到那個香味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很高級 很舒服的地方 有那種在歐洲的街頭漫步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一系列的香味都很難形容 因為你聞不到任何的花香或是果香 你聞不到一個東西的味道 你聞到的是一個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我現在擦完它已經 它已經完全吸收了 然後就是覺得我的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的柔嫩 既然它已經快要夏天了 所以很適合夏天的時候用 如果是冬天在真的很乾冷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點點不夠 不管我那時候用個兩個月吧 就差不多用到變成這樣子 所以用量有點快 然後它也不便宜 我記得是一千三百多塊台幣 在台灣官網上面 只是我買的時候還有打七七折 那就是稍微再便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足夠的資金 然後你又需要一罐身體乳 讓你自己覺得很放鬆很舒服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 這是它的護手霜 它護手霜的包裝長這樣 這邊還有一塊沙哈拉沙漠 護手霜長這樣子 它的包裝就是那種 不知道該怎麼說欸 是那種有點像以前的牙膏 然後這是鋁箔嗎 還是什麼就是可以壓下去都會扁掉的那種材質 這時候是在韓國買的 然後我一開始在它的店裡面逛的時候 其實我很猶豫要不要買這護手霜 因為我當下是非常需要一支護手霜 因為韓國真的超級乾 然後我就是已經先買了另外一家的護手霜之後 我就逛到它這個 我就擦了一下它的護手霜 都覺得好像也還好 就出去 出去之後我就突然開始覺得 天啊我的手摸起來怎麼會這麼嫩 就很舒服 我就開始很後悔我剛剛沒有買那個護手霜 一開始就去它的旗艦店 然後後來我就去樂天的那個百貨的時候 我就買了 我覺得它的這種身體保養品的系列 都會讓你擦完之後覺得皮膚很嫩很舒服 就是立刻會覺得有被保養到的感覺這樣 然後護手霜的味道 也是它的這種療癒系的這種味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需要一支護手霜 然後你是那種護手霜會用的很久的人 你就可以買這個 因為它的東西真的都不怎麼便宜這樣子 好再來呢我們就進入臉部保養品的系列 我先說這個保養油好了 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這邊啊這邊有一條這個是 一開始它會先貼在這裡 然後你打開之後這個東西就會被你破壞這樣 然後我未來要給大家看 所以我先把它留著 這樣拿起來一個低管式的設計 那它這個低管式的設計呢 我覺得它沒有到這麼的好 因為你們有用過小黑瓶的人應該都知道 小黑瓶就是你放進去之後啊 你把它轉緊還會卡一下 然後你把它一拿出來 它就是已經吸滿整管 然後那一管就是你的用量 可是這個的話就是你拿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是像這樣子 只有 只有一半有的 所以你就要把它弄掉 然後再重新放進去再重新吸 一整管起來這樣 所以就是有一點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它外面的包裝盒呢是長這個樣子 給你們看 非常的漂亮 超有質感的 就很想買 它雖然叫做保養油 可是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油 就它的質地是像這樣子 就是精華液的質地 前陣子的時候皮膚沒有很好 然後長得還蠻多痘痘的 後來我就換了我的精華液 因為我原本在用另外一罐就是更油的精華油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可能 不要每天都擦精華油 我換一下 我就拿這個精華液出來用 結果擦了之後 就皮膚那個痘痘就開始慢慢的消掉 而且是那種會流痘疤的那種痘痘 就是會紅紅的 它有時候會破掉之後 皮膚裡面會紅紅的那種 結果我開始擦這個之後 那個痘疤消得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它的吸收也非常的快速 就是它完全沒有油的感覺 你就是擦上去之後過一陣子 它就吸收了 不會就是有那種在臉上殘留的感覺 量真的也蠻少的 我覺得就是這個牌子啊 這個Huxley 他們的產品的這個 除了洗面乳以外 精華液啊身體乳 它的用量都很快 完全沒有省 就是你用一下子就沒了 可能就只能用個一兩個月 然後你就要買一瓶新的這樣子 那它的面霜的話呢 我記得它是有分三個系列 一個是美白版 然後一個我忘記是什麼了 那我這個呢它是抗老系列 你們可以看到上面應該有寫 Anti-gravity 對就是對抗地心引力 畢竟就是女人 年紀來越大會需要做一點抗老的保養這樣 它是比較高狀的 它真的還蠻高狀的 就是我這樣子抹啊 你看它不太會變形 它就是比較硬的那種 有點像蠟的那種感覺 像這樣子 你看它就是像這樣比較硬硬的 比較像高的這種感覺 然後你就要 我通常擦的話 我會先在手上把它融開來 然後你的手就會有一點 雖然你現在看不太到 可是你手上就會有一點它的 它就會被化開 然後你再把它壓在臉上 然後因為它是比較保濕的 它的成分是比較厚重的 所以呢我都不會用太多 我就會像這樣把它化開之後 然後這樣把它 把它敷在臉上之後 臉上就會有那個感覺了 那它的產品基本上吸收都蠻快的 但是這一罐乳霜的吸收就比較慢 我覺得它上臉之後的那個 呃 存在感比較強烈 就是你剛擦完之後 你會覺得臉 就是還是有點油油的 有點東西在臉上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覺得它比較不適合白天用 它適合晚上睡前的時候用 因為睡前就很適合 擦一堆保養品 然後厚厚的去睡覺 然後早上起來 皮膚就會變得非常的光滑 非常嫩這樣子 我覺得它對於就是像現在這種 比較冷 比較乾一點的天氣的時候是很好的 但是夏天我覺得 以我這種就是 可能還沒有到這麼這麼乾的皮膚來說 我覺得夏天就不適合了 它比較適合冬天 或是 反正比較冷一點的時候 比較乾的時候 比較適合用這一罐 反正我最近用這兩個之後 我就覺得皮膚非常的穩定 痘痘就是消失的非常快 痘疤也消失的非常快 痘疤也消失的非常快 所以乳霜的部分 我覺得 如果你還年輕的話 蠻適合買來送給長輩 送給你媽媽 或是你的其他的女性的長輩 這樣就我覺得 它是真的很夠保濕 所以 Kid Anti-Gravity 因為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皮膚就會越乾 會越需要保濕的東西這樣子 那最後呢 就是我那個時候為了臭 臭打折 然後買的這個 就是它的防曬乳 那它的這個防曬乳呢 我會買是因為它很漂亮 然後夏天的時候就是 會需要防曬嘛 所以我就買了 它的也是SPF50 PA++++ 它好多個加喔 其實我只用過一兩次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比較 比較有一點的防曬 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好了 然後你把它抹開 也不算是試底 因為它完全沒有修飾 它就是擦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防曬這樣子 我覺得它有點黏 就是擦上去之後的感覺 沒有那麼清爽 但是也不會起白蓄 或是跟你的保養 跟其他保養品 或是跟你的化妝品 有什麼衝突 目前我用起來都沒有 所以算是一個 就是普普通通 還可以的 不特別好 也不特別壞的一個產品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要買 防曬的話 應該會有 就如果你想要有試底效果 或是其他效果的話 你就不能夠買這個 因為它這個 真的就是單純的一條防曬 這樣子 我用過的產品呢 我已經全部都介紹完了 那我現在說一下我在那邊的 我的購買經驗好了 就是我在韓國的時候 我在店裡面 不是買了很多東西嗎 他們送那個 試用品是超不手軟的 幾乎所有產品的這個試用包 這每一包都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全部用 我還沒有 應該是我根本就還沒有用 因為呢真的是太多了 但很漂亮 你看就是像這樣很多顏色 那再來呢他們還有送給我 他們的面膜系列 這是那個時候在韓國的時候他們送我的 但是我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雖然啊 它這個面膜有大概寫一下說 它是什麼 什麼效果的面膜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使用方式 它完全都是寫韓文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買的時候 它有用英文跟我解說一下 哪一個是用完之後要洗掉 哪一個是擦了就可以睡覺這樣 但是我完全把它忘光 因為回台灣就忘光光 所以我想要用的時候 我就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沒有用 然後呢 我最近不是在台灣的官網買了嗎 我在台灣官網買的 就是這兩條洗面乳 就是補貨的洗面乳 然後還有一罐身體乳這樣 然後除此之外呢 因為那個時候 春節它有做一個活動 就是你買滿三 兩千塊它就會送這個 這個呢就是它的面膜組 你看比這個 比這個還要大很多耶 然後它很 在台灣買的一個很好的點就是 終於這個後面有中文的使用說明 所以呢我現在終於可以來試用看看 它的這個面膜到底好不好用了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覺得 他們送的試用品非常的大方 大家可以時常去官網看有沒有這種類似的活動 我記得它那時候好像是買滿五千 還會送一個蠟燭 我真的好想要那個蠟燭 我應該找一個人跟我一起買的 可是我那時候過年的時候很孤獨 然後很想買東西 我就自己亂買了 早上我就應該湊個蠟燭 好吧 所以如果我之後用這個面膜好用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我記得他們 還有一個就是氣墊粉餅 其實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是非常想買他們的氣墊粉餅 我應該就是衝著氣墊粉餅要去買 然後結果呢我在那個韓國的時候 我當場試那氣墊粉餅 它只有兩個色號 一個就是比較淺的 一個是比較深的 結果兩個對我來說都太淺了 我那時候就進去我就說 欸就是請問你們最深的氣墊粉餅是哪個顏色 我就直接問 因為韓國的不管哪一家店 他們氣墊粉餅都好白喔 所以我就立刻進去 我都會先問說 你們最深是哪個顏色 然後看適不適合我 結果那時候他們就拿出他們最深的顏色試上去之後 跟我的4號大概還差個兩三階吧 真的太白了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用他們的氣墊粉餅 可是我那時候試在手上就覺得 喔就是感覺很服貼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我可能就 沒有辦法用他們的氣墊粉餅 好傷心 我希望他們有一天可以出深色一點的氣墊粉餅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review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買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非常安心的參考我的意見 那當然呢自己能夠去試試看是最好的 就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產品到底適不適合你自己 那如果你用了之後啊 或是看了這個影片有什麼感想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給我 我們都可以一起聊天一起來討論喔 然後呢如果平常沒有影片想要來跟我聊天 也可以到我的Instagram或是我的Facebo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i know you